佩奇,乔治,该睡觉了 知道了,妈妈,可我们还想再玩一会儿积木 我还想吃个面包呢 嗯,佩奇,我们去玩积木吧 乔治,我们把卡片插在这儿 平达,小马 我们看,卡片上面有时间限周 出级30秒,高级20秒 佩奇,乔治,轮流,平达 我们设置30秒,出级 开始了 倒计时了,好紧张 完成了,赶快 太棒了,佩奇赢了 接下来,换卡片 乔治,拼搭,小鸭,初级30秒,高级20秒 把灯全部灭掉,重新设置 30秒,就是三盏灯 开始了 啊,倒计时了 倒计时了 我们把卡片翻过来 这是小狗,初级30秒,高级10秒 10秒的时间好短暂啊 我们把灯全部灭掉 挑战高级10秒 10,9,8,7,6,5,4,8,2 哇,这也太快了吧 好难啊 我们一下下按一下 它就复原了 接下来,乔治还是挑战高级小鸭子 10,9,8,7,6,5,4,8,2,1 啊,乔治也输了 佩奇,乔治,睡觉了 来了,妈妈 哦,睡觉了 哇哦,真舒服啊 妈妈,再摇一会儿 再摇一会儿 嗯,佩奇,乔治 你们怎么没有整枕头啊 为什么要整枕头啊 是啊,妈妈 我觉得不整枕头挺好啊 佩奇,乔治 你们知道吗 枕头对人体健康有重要作用 如果晚上睡觉不垫枕头 头的位置比心脏低 流到头部的血液就增多 头部的血管就会充血 时间一长 早晨头灰脑胀 眼皮浮肿 睡不好 哦,原来是这样啊 妈妈,我知道了 我要整枕头 乔治你呢 我也要,我也要 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晚上睡觉 一定要整枕头哦 拜拜